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性格实在 就是人跟人不一样 其实我最早是大专变轮会出来的 我整天变轮在我们德国全球冠军 所以想挑毛病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性格慢慢地变了 尤其我当大学老师看到这些选手 觉得尤其年轻的看着像学生的 像孩子 所以就不愿意看到他们发生那么严重的冲突 而我觉得更重要的在这个节目里边 是要把事里 把道理讲明白 而不是让看某个人出丑 近期节目录制过程中 有一位年过四十但依旧待业在家的选手 引发网络热议 甚至有网友发现他在节目中展示了作品 列过胡传奇并非他本人所著 疑似借取好友生前一作 对此樊登在采访时向记者做出了解释 我跟他是在另外一个卫视的节目里边认识的 我主持另外一档节目 然后其实那个节目做完以后 我就对他没有特别好的印象 因为他油言不尽 就是现场很多人想劝他说 你就做个工作吧 你就给家里挣一千块钱 你也让你老妈高兴一下吧 不行 他说我梦想 然后他最大的问题是 偏执地认为自己是特别好的一个人 然后自己的想法都很正确才华横溢 所以就没办法 我没有主动跟他保持联系 后来他在微博上就给我发私信 先是要求关注 关注了以后就发私信 说我是真的想找工作 我觉得上次你们劝了我特别管用 然后我现在决定要重新找工作 所以能不能让我上一下顾不赢 后来也是一直到了最后的尾声 到了吴声已经答应给他工作了 什么都谈好了 他这时候说我不干了 我在那一刻才突然觉得 我这个可能是一个陷阱 然后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以上电视为乐 以上电视为目的 这个事是挺糟糕的一个事 这次机会是什么事情 我这个天里的事 我这个你不知 不知 有什么事情 我这次不知 我这个理由 你不知 我这次不知